作品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劉淇 制作为名称叫secret 比较像是YN Autogram 然后它里面呢 是一个人形 主要是一个人形 然后它有一组配色 然后你可以通过回动手臂来选择你是想展现一个比较像人的一个剪影 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现象 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产品呢叫方体面 Io 像小球从这个固块去到中 然后出过 然后不同的固块会想觉得作用不同 有可能会改变小球的颜色 有可能会改变小球的数量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思雷锻炼的一个游戏 我们做这个其实是AI的知识里面可视化出来 然后用户可以与知识进行交互 然后去进行碎片化学习 比如你想学某一个知识点 你沉进去之后 你可以清楚地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点前前后后你的联系是什么